大牌手势里有哪些入门级的款式值得买呢 有点预算但不知道选啥的姐妹哦 进来看一看 今天主要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戒指哈 想要看手链或者项链呢 就蹲一下后面的吧 首先来几款宝格丽的 宝格丽家我最推荐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蛇形戒指 这个系列其实不管是项链戒指还是手中 真的非常适合你们日常来戴 既精致酷散又保留了一些休闲感 而且它有很多不一样造型的 宽的窄的单圈的以及剑钻啊 拼接贝母的都特别好看 我这只是窄版的双圈满钻的 造型灵动从舌头到尾巴都是满香钻 在灯光下面特别闪 平时喜欢单戴的就去买这种双圈的 喜欢迭代啊 或者是当对戒的就去买那个单圈剑钻的 真的无敌美 我都想再入手一支了 Viva的这一支呢 它就会更加优雅大气一点 这些我看姐妹们基本上都是蛮项链啊 价格不高呢 而且还特别好搭衣服 我就有那个小扇子款嘛 但其实这个系列的戒指也很优秀的 我这支呢也是个白金满钻款 它是上面两个小扇子 上面只有尾部一圈钻 下面的小扇子是双面钻 而且是随着手部活动可以摆动的 不过就是因为它带着会动嘛 所以说其实有时候在上手以后 就有一点活动太方便 喜欢Diva系列的 我更推荐你们去买那个 首尾交叉的白背幕款 价格非常美丽 只要一万多就能拿下 而且日常活动很方便 你迭代也是好看的 我想珠宝这种东西呢 真的就是早买早享受 现在的价格已经比我 那会儿买的时候贵一半多了 真喜欢这些东西的话 一定要早早入手啊 接下来是man 我入手过两款 一个是大的约瑟风皇冠 整体气质造型都很公主 中间点织了一颗白钻 比较适合穿优雅的衣裙啊 或者是出席活动的时候用 另一只就是水滴排戒 这个其实真的会实用很多 因为它是一颗一颗水滴异型的嘛 所以说你远看的话它存在感还是很强的 我平时穿衣搭配啥的 其实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带着它 这款其实我还蛮推荐你们去买那个 剑钻海蓝宝的 上手以后其实会更加精致 而且刚好现在夏天了嘛 用起来也会很清爽 前两周我是去他们家活动嘛 还被种草那个Be My Love系列的 他们那个基础的风潮牌戒啊 真的有很多不同的组合法 就特别适合迭代 还有一个超级无敌美的开口戒指 开始就很重工 很特别是几乎不会赚款的那种 所以预算多那么一点点的姐妹 可以考虑入手一支 接下来再推进一个爱马仕的 这支是我前几年当配货的时候买的 它是一个三合一款 上面有猪鼻子啊 开阿里等三个非常经典的元素造型 就那种偏酷洒一点点的 因为它比较宽嘛 所以单带其实就好能出效果了 那预算没有那么多姐妹的话 还可以去考虑买他们家那个单圈猪鼻子戒指 上手以后就是那种很秀气的 比较适合迭代来用 这两款都是我觉得既好看 而且作为配货来说入股不亏的 接下来Messica的戒指 它家虽然不是那种一线 非常出名的品牌 但是钻石的用料选择也是非常不错的 性价比是真的很高 一两万左右 你就能够买到满钻的项链戒指了 所以很多欧美国外的人很喜欢买这个品牌 我这款戒指的造型真的很简单 两排满钻 中间架三颗小钻钻 这几颗小钻石都是可以活动的 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 我就喜欢戴在手上 弄过来弄过去的 这款呢我就比较推荐一些 喜欢小重不重环的 低调的 不是非得买那种超级大牌的姐妹入手 好了 我的入门集的戒指都已经给你们分享了 希望你们也能够反向安利写给我哦 爱你们哦 拜拜